他已经撞到了这里 好好的车跌我们的车跌 啊 车跌是什么啊 oh my god 不打击 放到我的YouTube频道 Hello 你好 我是韩小爱 我的头发已经短成这么样了 那其实大家应该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月都比较少po影片 啊 po照片不是影片 大家如果看到我的影片是长发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早就拍了 那为什么我都没有上传什么照片呢 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短头发其实蛮没有自信的 其实本来我之前要挑战这么短 因为头发已经坏完了 我头发因为我拍我的专辑 然后已经断完了 因为拍戏嘛 就为了可以拔头发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很短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我什么时候没有自信 那如果在我没有自信的时候呢 我讲话其实都会非常的小声 大家有很高兴 我现在坐在哪里跟大家讲话吗 我就坐在我的家门口 然后我一直给东西咬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咬哦 那今天大家有看到我的上一个影片 那就是我妈妈哪里 打了一个相机拍我的 你看你有这样懒惰的女孩子吗 哎呦 一路来是没有人爱的咯 没人出家咯 好小人咧 对那个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丑 加上那时候的皮肤状况其实也很好 等于是我觉得我自己很丑 大家应该有看过我的story 有po 挂于我的车车 车车 然后就有人希望我可以做一个 这个车的介绍 我们是一个很喜欢车的人 这辆其实它是二手车 为什么会有这辆车呢 其实这辆车是我大哥买给我 那因为我知道我的奥迪 大家经常 经常啊 最后是使用我的奥迪的时候 是二十多千马比 然后呢 我就决定买一辆车 让我去工作旁边 因为其实我基本上是每天来回工作的地方 然后我大概去工作的地方 要一个小时左右 就是一天我大概会花两个小时的车程 最少都会有70km左右 然后变成我的车油费非常贵 跟维修费也非常高 所以变成我就要习出一辆车 然后我本来是选择了一辆比较便宜的 我选择了Swift 说过妈妈说 我要出那辆车 我打算直接现金买 就是买半不想要供 然后就很麻烦之类的 我想买来就是工作用嘛 然后我的哥哥就不让我买 他叫我忍多一下下 忍多一下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礼物送来 我嫁给我啦 它好像是10年 就是蛮久的车 它是二手买回来的 我妈妈跟我说 他是二话不说的 看了这辆车 就立刻买了下来 其实这辆车 对我来讲 我收到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我哥哥讲了一段话 让我非常有感觉 就是我大哥跟我说 他的妹妹是很小爱 不可以输的叻 所以他就出了这辆车给我 其实主要不是那个输赢的问题 而是这句话其实很感动 妈妈说本来他是买MOS给我的 然后过后他讲说 因为MOS的价钱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他就立刻买了这辆给我 然后我就觉得 有差别勒 因为那个MOS是新车啊 然后这个就是一辆 OK啦 居然哥哥送的 那我们就感谢哥哥 这就是我哥哥送我的礼物 然后我哥哥本身就开过 不两次 就撞坏了 他已经撞爆了 这里 他这里撞爆了 然后后面也撞爆了 这里也爆了 然后这辆车下去很肮脏 因为没有人在开 我也只开过两次 因为其实他很不方便 好像基本上不能进car park 我是不是有进过car park 我平时我的audi就是他park的时候 他已经是 有时候那个car park的那个位置都不够了 加上他这辆车是多 我的audi大概一节左右 怎么开出去勒 所以并没有解决到我最原本的问题 我还是踩回我的车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车车呢 我其实不到可以开 车子里面是这样子 其实呢 它是一辆旧车 所以大家就 不要觉得我在炫富还是什么 有人特地instagram story 我讲说我炫富 如果我家里要是真的有钱 就不会买我手 真的要是有的嘛 所以它里面呢 其实我真的不到了解这辆车 怎么开了呀 它的start button是这一个 诶我那里开了没有 OK 它是长这样子的 这个是它的冷气的地方 诶其实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专业介绍车的人 这个就是那个时间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好特别 然后这个是那个冷气的开关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就给大家看 这个叫什么 手牙 它的车是这样子按 然后就可以调 这个呢 就是 诶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 我不想看介绍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我就不记到啦 这个是 这样子开的 哦呦 哦这辆车 我没有在开哦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然后可以关起来 哎呦哎呦 我不到会用这个东西 哎呦哎呦为什么 关起来 然后这个可以一个一个小小的拍 车的那个驾驶盘 灯 是长这样子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叫我开这个车的那个用意是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辆车可以怎么讲 这个 我完全没有头绪 怎样开车窗 来我们下一个研究一下 这个车窗怎么开 请问 车的窗 是在哪开 这里咧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窗是怎么开的咧 这样我要怎么开这个车 看到了在这里 这个 是吧 开了 哦我太聪明了 然后他前面的那一个 引擎那个地方的那一个扭 在副驾驶 这里来拉 然后这个是安全带 他有看到我非常失文吗 胆放让我非常感媚自信 那我去后座 以后我的老公就坐这里 然后这是我 可是我觉得 这辆车在我家没有开超过许次 然后我开就是那种兜圈圈 他真的没有地方可以parking 你知道吗 还好有vallet 我就park了vallet 然后他这里咧 就有冷气的地方 这里就是那个冷气的耗控 还有什么 我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大了解这样车 有人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真的不会讲车呀 如果我会讲车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很多男生会挨不着可惜 我觉得 我在研究因为我真的是没有 OK 这是放饮料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开看铺面的 对不起 属我不长一人 对不起 这个是什么 这是锁吗 还是可以开啊 这个又是什么 啊 还可以接下来有这个灯 这个就是 灯 呀 这个就是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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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为什么我那个不买回奥迪给我就好了 然后 这辆奥迪是放过我的车牌一样号码 这个又是什么呀 我真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有认诚看过这辆车 但是因为我还是真的不了解 所以我开后车箱给大家看一下 OK我开了 它是那种自动开 基本上这个后车箱可以装一个人 我应该可以进去的 我又要做傻事了 傻人做傻事 看一下能不能装我一个人 我觉得我哥哥看到这个video 就一定会 一定会 骂 谈我 就想证明一下自己 可以在这里水中 我这脚都可以上完整区 如果我突然来倒下来的话我就把它 好好的车给我完成这样子 啊 啊 啊 我摆一个了 他 完蛋了 我根本就讲完蛋了 他 到我的根深了 哦 哦哦 哦哦 难怪 难怪 有人讲我哥哥有个脑残的妹妹 我终于明白了 他真的爆根深了 完蛋了 完蛋了 他已经撞了呀 反正他的维修费都这样 他的维修费 都是已经确定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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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蜘蛛呀 哎呀 有蜘蛛呀 有蜘蛛呀 哎呀 我拍这一组视频的呀 所以基本上我那辆车车的介绍 我应该重点都有拍吧 我家其实都没有黑色的车 我家车都是白色的 只有这辆车放家里面 全部都放家外面 这辆车的介绍完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要买一辆MUS给我 为什么要买一辆旧款的车 然后我不能开 对对对对对 他跟我们说他为什么会买那辆车给我 因为他希望以后我都是给人载 以前我的请司机 现在没有请了 因为没有钱的 然后我本来真的是想去买那辆车 是因为我工作方面 然后我可以把钱 债进债出 然后跟我一起嘛 这辆车我要讲赛钱呢 现在年轻人做东西 没有好好的思考 冲动 我哥就是一个冲动的人 我觉得我太斯文了 不行不行 大家会觉得很不像我 我就忍得了 我的人的个性是非常多的 不一样的打扮 不一样的长衣 不一样的妆容 就有不一样的 短发其实是真的 我用了蛮长时间来说服自己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M&O VMS HU 等我一起远走 戴上我 戴上装备紧空 K&O M&O 这些色的反射 人生可以冲动 K&O W&O VIA sabemos 世界没有尽头 M&O 世界没有尽头 M&O Oh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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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